马来西亚政府30号公布2014年3月失踪的马航MH370的最终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长达822页 调查人员确认飞机曾调转方向往回飞 但对于MH370航班失联的真正原因 报告的结论仍然是未能确定 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据宝岛联合新闻网7月30号报道 马航MH370在2014年3月8号 从吉隆坡国际机场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机场共载239人 马来西亚花了1.45亿美元搜寻无果 2017年1月停止搜寻 马来西亚今年5月29号取消私人赞助水下搜查飞机的行动 让马航MH370成为全球航空史上最大的谜团之一 如果在世界上进行一次关注度调查 那么毫无疑问 马航MH370失踪之谜一定会是全世界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因为239名乘客不明不白的失踪长达53个月而毫无踪迹 这肯定无法使世人忘怀 尽管包括澳大利亚 英国 新加坡 法国 中国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等很多国家 派出了现代化的搜寻力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搜救 但是至今几乎可以说是毫无眉目 因为30号公布的这份报告中 并未对班机神秘失踪的原因提出新的发现 所以虽然说是最终报告 但基本就是老调重谈 这份报告的正式名称为MH370安全调查报告 内容冗长但言之无误 其实就是意在正式地告诉公众 MH370航班就这样了 世界主要大国已经尽力了 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开这个谜团 当然该报告也没有对中央情报局策划劫持说进行辩解 更没有对MH370机长自杀劫持说拿出新的证据 当然还没有对这架配备全球民用航空 最先进的导航和通讯系统等设备的波音777-200飞机 是人为操纵失踪 还是航电故障导致失事进行技术总结 总之报告的意思就是MH370航班之谜 现在无解了 对于热切期待了四年多的MH370航班上的乘客的家属来说 这份调查报告的言之无误 自然感到十分不满 有一名失联者家属很失望地说 没有找到飞机 没有找到乘客 没有找到失联原因 没有人对这个事故负责 就不能有所谓的最终报告 但呼吁归呼吁 曾经发现的三片疑似机翼残害 也无法透露MH370最终的消息 所以在这份长达822页的报告发布之后 从官方的角度来看 MH370航班失踪调查 等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分析认为 从这份MH370安全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 根本不能给失踪人员的家属和公众一个合格的答复 充其量也就是一份最终的搜救总结 不过也许是出于对某些国家的忌惮 该报告言语含糊地指出 不排除第三方介入的可能性 这或者暗示此次MH370航班失联的真正原因 有阴谋成分 或者间接证实了CIA策划劫持说的存在 但是因为某强国的压力而不能公之于众 由此看来 MH370航班失联之谜只能继续掩盖下去 也许在10到20年之后 当另一个大国能够与当今世界霸主平起平坐时 这个谜团才能够正式地解开